2016年,一位来自河南的9岁神童张艺文第一次报名参加高考 而这位神童在2017年最终被一所专科学校锁路去 10岁成了一名大学生 那如今4年过去了,这位河南神童过得怎样呢? 神童的名号对他来说到底是枷锁还是光环呢? 河南女孩张艺文9岁就参加了高考,曾被称为神童 她于2007年出生于河南商丘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 她的父亲张明涛开办了一所私立培训学校 由母亲担任校长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张明涛觉得 在所有当地学校中 没有一所学校的办学模式符合她的教育理念 2011年,4岁的张艺文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 但张明涛并没有把她送到学校 而是直接把她带到自己的培训学校 按照她平日的计划培养她 4岁时,张艺文已经能够识别出2000多个汉字 这让张明涛大为鼓舞 为了能把女儿培养成天才 张明涛没有把女儿送进学校 从4岁到9岁,张艺文从来没有进过学校 也没有同学 有的只是作为老师的一对家长和做不完的课程 一般来说,9岁是学习300首唐诗和4首算术的年龄 但在父亲的鼓励教育模式下 张艺文在9岁时就完成了高中的所有课程 那张艺文的父亲张明涛为什么要这么做 据张明涛介绍,他从小就很聪明 只用了8年时间就完成了中小学的所有课程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 本科毕业后,他甚至一路高歌猛进 5年完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相信女儿张艺文也能做到自己能做的事 2016年6月7日,张明涛带着9岁的张艺文 来到河南商丘第二高级中学考试中心参加高考 并与张艺文一起穿上印有培训学校广告的白色体恤 当时送孩子参加考试的家长一眼就注意到了这对妇女 好奇的人忍不住上前打招呼 而张明涛也拒绝了 只要有人站出来 他马上就会把女儿9岁参加高考的事情说一遍 怕家长不信 他还让张艺文专门拿着准考证 张艺文很快就成了父母眼中的神童 一个个对张艺文赞不绝口 通过这种方式 9岁的张艺文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 经过报道 他获得了河南神童的称号 他的高考成绩也备受关注 假如问张艺文上大学是否是他的理想 他是无法回答的 张艺文只会说 因为父亲想 所以我想 毕竟这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 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张艺文以天才少女的称号进入商丘学院 学制为四年 事实上 刚进大学时 张艺文十分忐忑不安 不知如何应对 原本很内向的小女孩变得更加沉默 与同学的年龄差距是肉眼可见的 俗话说三年一代沟 更何况张艺文与同学相隔不止三年 特别是在军训期间 张艺文受得可怜 整个大学三年 张艺文都是独自一人 没有朋友 也没有闺蜜 张艺文无法融入集体 变得越来越内向和孤立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张艺文的学习情况 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包括他的父亲张民涛 这关系到他的教育模式是否成功 据校长介绍 张艺文的学习成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只能勉强算中等水平 但是比自暴自弃的学生要好得多 不得不说 一个十岁的女孩 真的不符合上大学的要求 张艺文在大学里待了几年 三年后 她终于迎来了毕业时课 毕业时 张艺文没有完成父亲的下一个期望 那就是专生本 因为张艺文的信息专业 需要高等数学和英语基础 才能从专科升到本科 这是她的弱点 那张艺文毕业后 现在在干什么 为了找出答案 媒体多次希望 通过张明涛采访张艺文 但张艺文从未出现过 也不愿意接受采访 所有的采访 都是她父亲做的 张明涛也毫不避讳地告诉大家 女儿现在在自己的教育机构做助教 每个月可以拿到2000元的工资 这不仅让人大吃一惊 曾经豪言壮语 决心从事科学研究 现在却成了普通的助教 连老师都不是 这种反差 让人批评张明涛不懂教育 拔苗助长 平时 张艺文的主要工作 是为学生批改作业 做一些简单的课程 有时候因为迟到等原因 张艺文也会被父亲扣掉一些工资 基本上拿到1000左右 教育不仅仅是学习书本知识 真正的教育必须在德 智 体 美 老等方面全面发展 只有顺其自然 每一个神童和天才才能最终发出光芒